我们建议你们股东合就可以 最好你去参牌 你买的手 就没有后患了 要不的话别人买了 那他会提很多科科条件 我住室的话你要不要 对对对对 你说或者三十五要不要 你要你感觉 我一是稀里一是委屈 我还合不上 但你说三十五要不要 就差那个 或是室的话你要还是不要 对对对 你不要那间找一点忙 把这查过的 玩平和白 咱都来了 这都录像全成录像的 行 对吧 你给咱们沟通也挺顺畅 行 所以这个事你就是自己这样 最好你们筹钱 这租房子租土地 都需要去房管局打听一下 理清楚房子有没有被查封抵押 不然倒是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今天执行法官就要去腾空移出土地 这处土地在2018年就被查封了 可没想到土地的使用者 还把它租给了第三方 现在第三方损失非常大 好在执行法官采用人性化职访 避免了租土地的人损失进一步扩大 这个企业是沈阳中南热烈有限公司 它是在2018年在我行带款余期之后 然后我行进行了起诉 这两块土地是我行查封的土地 两块土地面积合计2万余平 现在本期合计前往行有1700余平 在2015年的时候 热力公司向银行贷款2000万 贷款期限为一年 当时还找了一位担保人 没想到热力公司还了200多万之后 剩下的钱就不还了 热力公司的老板陈老板 想让担保公司帮自己还钱 但担保公司表示自己也没有能力 后来热力公司和担保公司都放手不管了 我们多次找过他 但是这个担保公司担保了 这个担保公司他现在也是没有能力偿还 然后这个借款人呢 也是想让担保公司去偿还 所以这个事一直讲在这 所以银行就把两方都起诉了 法院判决热力公司 要偿还本金1967万和相应利息 担保人要呈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判决下来以后 热力公司还是没有履行判决 所以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查到热力公司名下有土地 所以在2018年进行了查封 执行法官去查封土地查看时 发现有第三方在土地上进行办公 第三方表示 他们并不知这土地是被法院查封了 案外人张先生表示 他们这块土地是在热力公司陈老板那里租下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 这块土地被查封了 陈老板也不可能给他说 这块土地被查封了 早就查封了 咱们根本不止行那点就是 对 你可能不止行 但你正常在租房租地方 你得到房产局 后来到两个地方是吧 后来咱们就跟那个陈总 咱也不知道什么事啊 后来什么时候呢 咱们正生产的电突然就趴下就要停了 整个人就把这一停电 跟他说是老大 你咋整啊 往这碗我们现在就等这个 后来你店吧这不都是 后来店 马上那个设备 整个那儿瘪坏了 店停了 现在那个基础那会儿 正滑着呢 马上现在那设备先拉 拉回去了 回去了 张先生说 他们当时租这块土地后 已经投资了八九百万 再加上外这几年疫情 生意都没有做成 现在土地又要被收回了 自己投的钱全都打了水平 我们说想表达啥意思呢 就这个土地我们是早就查封了 早就查封了 第二个问题 现在这个地 我们可能你那个代理人也跟你说了 我们正在拍卖当中 对 原理上来讲 原理上来讲我们应该清退的 清清退的 但现在应该经历也不好 你之前你也可能喝的 有什么竹林河头 对对对对 你也带着咱就维持现状了 将来说我们拍卖成交了 比如卖给张三了 或者卖给李四的 你可以和张三李四里面谈 所以我继续用 你钱交给人家们 行行行 就是你不能大动同物啊 没没没没 咱这料吧 都是哪里面 别人干送的 不就是用这个东西做啥的 因为我们这东西把现场都评估完了 如果大动的话 你等于把我评估了 张先生说 当初之所以要租用这块地 是因为这块地价格 他们能接受 而且位置也比较好 在2020年的时候 张先生和陈老板签下了租赁协议 规定的一年租金30万 一次性签了三年合同 当时陈老板说 这个土地有一点问题 但是并不会影响到张先生使用 他已经买过吗 你想他已经买过 咱们也想参与 是吗 要么你说将来 比如说你这儿现在你建了 像你人家这东西拍摆成别人买了 你到时候人家不煮 人家自己用 你咋办 你就得除去 你得准备咋办 对 你这临死硬移行 这事吧 因为咱们也是几个股东 咱得合一合 尤其在这点 咱也投了八百万 投了八百万 感觉这三年疫情 根本就是说 你说这景气是这样 就是建筑也没有 咱这根本就白等钱 哎呀 这几年没有整理太多 玩意 咱也不知道咱跟他们是整事 而且这个店咱不想 兔文言咱那店就行了 您干嘛 咱那是整事 他那是整事 陈总管他跟咱们说的话 跟他说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咱们 后来你就怎么呢 咱想后来 自己跟俺的店 不接店那也不行啊 你说呀 考虑到这几年疫情 陈老板还想给张先生减免租金 所以在今年 他们又与陈老板签了五年租月 毕竟他们在这里投了八九百万 20年应该是 20年 咱们为啥要租在这地方 认识这点是还是 不认识的嘛 就是咱那找这块地嘛 行庭那就是做这个啥 其实这个项目挺好的 还属于说 废物在利用这项目 但是呢 没得想 见完场之后 马上疫情就来了 连停工停工 就咱也开始 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也没要的 建筑没了 全停工 咱花多钱几个人 当初是花三十万 一年 三十万一年 玩去年呢 又重新签的 完整这个 这个产品也开始了 你看就 就这三年吧 你们也没挣了钱 哎呀看着你 对我根本就是 感觉就 就没怎么干活 我还说今天 再前五年 我还给你租金 给你减免点 少点 给你找找一找 说咱那里 就有点小事呢 你放心 咱们那儿都等着解决 干了不挨着 咱们那点就干了 就说那行 咱能不干吗 投了这么些 你说这几年 说是吧 就造成这个 咱也不知道 他跟你说了 还有一点 对对对 但是没说是法院查误了 对咱也不知道 你呵呵 咱们要指导说法院查误了 你说 还能住吗 麻烦多大了 你说 之前陈老板说 如果土地上有什么事 就可以去找他 当执行法官上门 要腾退土地时 他们才知道 遇上了麻烦 这是找陈老板 陈老板的电话不接了 咱们现在大概 到什么时候到期 又重新干 签了五年合同 这是去年 去年 去年不解开了吗 以前完 你就找他 租赁就多给 去年八分就给他了 给他到几年 没成两万 他个 那边还有九分 咱也不到 这块土地 是在2018年 贝贝查封了 而张先生 与陈老板 签订的租赁协议 是从2020年开始的 所以张先生 与陈老板 签的租赁协议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但是考虑到 张老板 也是无辜损失方 法院也要来 减少张先生的损失 可以暂时不进行 强制腾腿 让张先生这边 继续生产 但是张先生这边 最好先不要 进行的新的建设 现在大家要求处置了 去年也来回国的行为了 不知现在处置就处置了 处置要远点上 我们要比如卖房 卖地需要腾空的 但是借他这个复杂情况 你们还考虑 在考虑到使用人的利益 就别那么生硬去执行案件 比如说我卖成了 卖他们几个了 然后你可以谈 你要通贷价格 因为是居住 那你把钱给他就完事了 你这个事 是随于前行 你们没办清楚 正常来讲 你租房也好 还是租赁土地好 你得到房间里的土地 查清相关的权利人 查不查 查封一下 这个财产 你租赁的财产 有没有查封 有没有抵押 本身开这东西 张先生这边也非常的无奈 毕竟投了这么多钱来做生意 刚好又赶上了疫情 现在又土地又被查封 给他们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但是他们愿意配合法院工作 咱一看你也是正常干事的 对吧 也不是说跟咱们对抗 咱们就跟你倾楼了 要不然你的代理 咱们也去过 也表态了 就是说我们想 继续主力 因为整理 就这三年赶着疫情 赶紧 一年赔老下来 就基本上 他问你说 咱们现在基本上 把玩儿赔没了 现在各级政府 也在强调养伤 护伤 我们本来这个终止 要的话我们就倾楼 完事了 咱们有点严格 如果太严格的 太严格的去这么执行 你也是合法伤人 你也是无辜 也说白了 你也不是律师 你也不懂 你不懂 对吧 今天咱来了 这样面挺好 咱们可以想清楚 你不要大动土木 现在执行法官 有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 张先生这边 暂时不用腾腿 继续在这里生产经营 到时土地被拍卖出去后 张先生再和新的产权人 继续签订合同 第二个 张先生可以和股东 商量一下 是否拍下这块土地 毕竟已经在这里 经营这么多年 执行法官也是在 叮嘱张先生 以后的租金 不要交给陈老板 而且也建议张先生这边 先不要有新的建设 毕竟这块土地产权 还不明确 放出的话 你也肯定你不能再给他了 对吗 还给他 我们一下手 而且他那些 我们收拢了 那你那边把他 咱们他落得挺好 咱们把这事 放一把 咱们有点小的 揪个 跟你不挨着 那哪是小的揪着 你这事 他家说得挺好 我说 你看 就这三天 你没多少钱 赔钱 知道地住钱 我当时跟你样一样 就说就下午叫眼睛 我你样一样 也别暂时了 少点 再你签我那方 哪怕他行 哪怕他就是 因为我们法院没处置之前 他可以用 用那方楼收上 他应该给银行 哪怕你自己留点 对对对 这个三十六五 那二十个银行 银行也不自己拍万 银行一分钱都不交 对吧 今天干啥了 说今天 当时我就少算你点 你这三天根本没干活 赶赔严工电费什么这天 那边 出来什么 你建筑全庭 谁叫你能玩上 说说我们五十成本 三十五千万 还不能不干 你干什么的 你说吧 玩头说 你这这这玩之后 钢枪和从过过年八分开始 妈说 干了 说以后 那租租租的什么 给你见面点 人家给给你找一找 说得和好了 咱拿车说 咱我干我干了 说的 我这里有点小的纠纷 但是跟你不矮着 你就是敢用真理的 你就是什么事 我来处理 你现在这一整一看 法院都来了 你说那都什么情况 小纠纷了对吧 对对 有好几百万 所以说 唐发官你来也是 我看你处理事儿挺好 执行法官也是在建议张先生 可以先参与镜拍 如果拍下这个土地 就可以安心在这里经营了 是不是那个 最会儿那个总监下着 你自己做这些 这个新建的 是改建的 你要参与镜了 对啊你参与镜了 不要过大动作 没有 我们已经拼工完了 拼工二一 主要参与顺利 把这垫给掌上了 你先掌上了 你把垫到那边围档上 咱们引起电议局要就按的 坐上玩 引起照一下之后 然后给它按垫 最主要的是 就是你建议你建议我们建议你 你们股东合计可以 最好你去参牌 你买个手 对对 没有后患了 对对对 要的话别人买了 那他会提很多可可条件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说你拨这35要不要 你要你肯定 哎我一是稀里一是委屈 那咱们合不上 但你说35要不要就差那个 拨试的话你要还是不要 对对对对 对吧你不要那间走一点忙 我不要 反正平衡白 咱也都来了 这都录像全程录像的 行 对吧 你带给人工夫也挺顺畅 行 这就是你自己这样 最好你们筹钱赶紧买 行行 你不买 别人可能买 对对 我们这两点就是 你现在在淘宝进行公开开办 谁都可以买 咱也不是我们的秘密牌 公开牌 谁都可以去买 所以这东西 咱物银齐用 物银卖的最好的价值 也保护他的权限 要老五卖对他也损害 对对对 力气越过越多 对对 所以说咱各方面利益都 尽快处置对他 也是给他减轻负担 仔细给他止损 就当你们这 咱保住现状 也是这个 重入那个银行环境 找我来讲 你们现在 你说咱是用呢 你现在给你 找了他卖过 卖过去还不一定 合法权益 那就是他不是 也把租金交给 这个背景人了吗 他怎么来维护 他自己这方面的权益呢 因为他和这个 这个背景人 签订有苏联合同 这个情况之前 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银行也没有提供线索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至于说他有 产生了相关损失 他可以凭这个苏联合同 他们是另外的法律关系 他可以向那个 背景人来进行主张 之前因为他交的侠了 他也用到地了 怎么有什么纠纷呢 他对于那个 江亚若珍 把他清退了 他们和新的那个 买涉人都没有谈成的话 他可以就他 已经上交的 上大株力助金 所以要求向背景人来主张 返还 如果他有判决了以后 他反映事情 法院一样 执行厅依然会给他 会保护他的 平衡保护他 也会给他进行执行的